我會問他在這個無德兒出生 之後就參加了很多的劇集都很受歡迎 唱歌又好聽 之前在這個台灣的粉絲見面會的時候 又跳舞了 簡直是傳聞女神 想問他有沒有想挑戰的東西 還有他現在最喜歡的工作是什麼呢 他跳舞的工作很善於是 他這麼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真的有了很多的作品 所以你想挑戰的事情 現在最喜歡的事情是哪個作品 我喜歡的事이지만 我喜歡的作品是很高興的 但我希望非常感興趣 作品是很高興的作品 作品嘗試想要大家喜歡的作品 所以我會有精神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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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郭文勝英就說 其實他最喜歡的工作 就是演藝方面的 他就希望可以 有多一點的作品 可以和粉絲見面 去報答大家對他的喜愛 那接著接下來就問他 主演的浪漫醫生金師傅 我們在香港其實都有非常之高的討論度 那也都是他曾經表示過 和劇裡面的一些演員都很合拍 拍攝的時候都很開心 那想問一下他們 拍攝的時候有沒有什麼趣事可以分享 在香港的時候 南方的感受檢查過 變成的演技不太多 但是 他們在拍攝的時候 他們都在拍攝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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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拍攝的時候 他就覺得得到很開心 那尤其是 其實拍攝陣的事情 他也是非常開心的 那就是 還有 Canadian 在這個金師傅裏面 除了同劇的演員之外 劇組的所有工作人員 都是很開心的 最後就是問他 這次來到香港 有否最想念香港的甚麼呢 譬如食物啊 地方啊 還有會不會去哪裏 還有最多粉絲上知道 他何時會在香港舉行 這個粉絲見面會有否這個計劃呢 那麽就說 其實呢 一路都很喜歡香港的食物啊 還有一些地方的 那麽可惜呢 這次的行程呢 就沒有太多的時間 夠留在這裏 那麽就沒有得去哪裏 那麽所以呢 希望下次有時間呢 可以再來的 那麽會在香港的 Pan Meeting 開啟呢 有什麼意思是嗎 我 非常非常想念 香港的粉絲跟 我之前有阿西亞的粉絲見面會 我們一群粉絲不見 那麽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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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我真的 香港的粉絲見面會 那麽很想念 那麽最後我就是問一下他 會不會在香港舉行粉絲見面會呢 那麽當然呢 就是很想的 那麽因為呢 那麽剛剛他的 亞洲粉絲巡迴 這個粉絲見面會呢 就已經完結了 那麽有機會的話呢 都想在香港開的 那麽多謝各位呢 今天來到這裏了 那麽我們的訪問一下 就已經完結了